亚洲最具规模的东京食品展 即日起到3月8号 在日本千页牧章展览馆登场 台湾馆参与单位较去年成长16.8% 是仅次于中国西班牙的第三参展国 其中今年以灯会扬名国际的屏东县 是台湾馆中掌位最大的县市 带来灯节期间日销静万和的大鹏湾鱼松蛋卷 一口设计方便食用 风鱼的如鱼一煮嚼又便利 豆油泊酿造酱油 以台湾器做黑豆 以及飞鸡改造黄豆制作 本次在会场询问度都颇高 拥有140多年历史的异乡食品 展出恒春特有黑芝麻酱 芝麻沿用普法低温烘培 而外销为主的虫草咖啡 以伊索比亚咖啡豆为基底 具有独特花香和柑橘味 这几年珍珠奶茶在全球大放异彩 供日本神户业务超市的健康日记 特推椰奶红茶新口味 在日本馆方面 国人熟悉的伊藤圆 也首推冰水泡抹茶的新饮品 广于日本松本清等药妆店热销的 幼马道理盐 本次也亮相双齐感菌钙粉等新品 酒款部分 广受女性朋友喜爱的秋雅 有五酒精和气泡酒新亮相 因为观察日本年轻人 越来越不喜欢喝日本酒 为了要将这群年轻课程找回来 白龙酒造特堆买泰系列新酒标 酒体主打新鲜柔顺 用品方面 大合制罐针对不同大小清酒瓶 推附杯盖设计的清酒罐 方便消费者可以优雅的水走水喝 该商品更获得去年Good Design设计甲 而以天然米粉壶为接着剂的RKT止吸管 强调耐久性 使用两到三天都没问题 动新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